受伤的女士兵腿上包着纱布 轮椅带步准备坐上救护车转院治疗 历经整晚惊魂 表情看起来相当憔悴 因为这一晚美机台风来袭 把宿舍屋顶给垂陷了 大批救护车赶到现场 将伤者送医急救 屋顶横在马路上压到路边一辆轿车 一旁路灯也被压垮 电线硬是被扯落好几条 数目拦腰折断 满目疮痍 地点就在新北市新店复兴路 44号陆军官址部新店东营区 一处女兵宿舍 美机台风吹起强风把屋顶吹先 造成11名男女士兵受伤送医 铁皮屋顶被吹走 让人不禁质疑 军营宿舍可能是违建 我想说这个部分是违章建筑吗 这个不是违章建筑 所以怎么会是铁皮屋 这个 如果不是违章建筑 怎么会不是铁皮屋 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这个啥 了解当中 铁皮屋舍从营区内被吹倒 屋顶被掀开 垂飞到路中央实在夸张 也凸显出是不是违建 所以才会那么脆弱 差点害死住在里面的女士兵 屋顶被吹先造成11人受伤 国防部长冯士宽 一大早来到军营探视灾情 也急忙出面澄清 没有违建的问题 当初建筑的时候可能建筑法上面没有那么严谨 但是我们建筑的时候都经过安全的策定 尽管军方否认有违建问题 但屋顶被吹飞造成11人受伤 伤害已经造成 美机台风藏风豪雨 把军人住宿安全吹出台面 记者陈家豪陈芷芳新北市报道